女人低头玩手机 丝毫没有注意到对面一辆车驶来 不远处看到这一幕的流浪汉跑来查看情况 确定了女人没有大碍 她先开了裤脚 女人说她的车就在前面不远 自己回家会处理伤口 可她现在这副样子又怎么能正常驾驶车辆 出于担心司机的为人 杰克决定好人坐到底跟着一起去 返回之前她待的地方 发现原本放在这里的行李已经消失 地上就只剩下一个吉他盒子 尽力追赶却早已经不见了小偷的身影 在司机的帮助下两人到了安妮的家里 杰克贴心地为她包扎了伤口 被问起都丢了些什么 生怕她会因此自责 杰克撒谎只是一些信件并没有贵重物品 再继续待下去也没有了意义 她就要告别离去 但到了门口却被安妮喊住 请她务必在家里吃了饭再走 仿佛做了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 杰克最终还是答应了 她用手机向同事流浪汉的好友 打去电话报平安 安妮很好奇这么善良的一个人 为何会沦落为路边的流浪汉 其实杰克的家境并不是很差 只是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 她选择了流浪 准备用五年的时间体验 这大千世界的人情冷漫 希望能受到启发 创造出一首独一无二的歌曲 机缘巧合之下 她在漂泊的第三个年头 来了安妮所生活的地方 望着房间内做饭的人 让一直以来习惯了一个人流浪的她 有了一种叫做归属感的感觉 挂断电话后借用了洗手间洗了澡 晚上回来的母亲得知自己家 来了一位流浪汉 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说了自己大体的工作历程 小女孩第一次听人说起外面的世界 心中满是向往 一大一小开始了交流 安妮看着这温馨的一幕 脸上也不由地浮现出笑容 但这种氛围很快就被母亲打断 看到安妮的眼神 用餐结束 母亲恨不得杰克立刻离开 简单地装了些水和素食品 接着还不忘让杰克带着垃圾一起走 面对着几乎侮辱的行为 吃人嘴软的杰克并没有生出半点不快 刚到了门口她就遇到了安妮 夜幕降临 独自等待的杰克在门口弹起了吉他 哄着女儿睡觉的安妮被音乐感染 不禁泪水打湿了眼眶 原来她的生活并不如意 与丈夫离婚已经一年之久 可最近她忽然打来电话索要女儿的抚养权 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这无疑是最不能妥协的事情 来了门口 她拿出了准备好的一个指南针项链 寓意她能在杰克流浪的路上为她指引方向 接着就是一些户外生活用品 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看安妮没有立马回去的意思 她就分享起小时候悲惨的成长经历 母亲因病离世 父亲因此一蹶不振 走廊间到处都充斥着悲伤的氛围 杰克不由地又开始弹奏手中的吉他 安妮侧过脸去认真欣赏 不久后 仿佛是上天有意留住杰克 天空竟挑下了雪花 说完回了屋内 杰克只好暂时住下 第二天一大早 她就已经收拾东西准备离去 找安妮到别的路上 发现走廊的顶部漏水 来仓库搬了梯子 找到了那块已经被岁月腐朽的木板 而此时正好安妮去送女儿上学 杰克告知了她这一情况 她也想消除这个安全隐患 但家里的钱实在不够维修费用 送完女儿上学 她带着杰克一起去了城里 采购了需要用到的材料 心事重重的安妮谎称要去见个朋友 与杰克暂时分开来了律师事务所 电话中的前夫很明确地表示 她会不惜任何代价带走女儿 相比于前夫的有钱有势 安妮连请律师的钱甚至都是借来的 这样悬殊的经济差距 让这个平时坚强的女人破防了 直到在超市里找到杰克 看见她在给孩子们弹吉他 那颗即将破碎的心被浅浅地治愈了一下 回去的路上 安妮第一次在她面前说起女儿的事情 想问一下如果换做是她她会怎么办 杰克没有回复她清楚自己的处境 除了修缮房顶自己没有任何可以为安妮做的事情 一上午的时间 安妮外出去找了工作 但却被人刻意刁难 本就不美好的心情更不美好了 可回到家看见女儿的笑脸 她就立刻强装出另一副神情 晚上三人一起出席了这场音乐会 本来安妮只想做一个旁观者 可却被人拉着去了舞台 台下的众人欢呼雀跃 掌声则表示着大家对她歌声的认可 叫来女儿 两人开始了歌唱 观众逐渐一对对地跳起舞来 本是一首赞颂乡下美景的治愈歌曲 可安妮却唱着唱着流下了眼泪 表演结束后就直接向着外面走去 一直观察着她的杰克健壮紧跟而上 这段时间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 杰克借给了她一个温暖的怀抱 两人久久才分开 安妮疑惑为什么她会这么说 一句话 更坚定了安妮要将女儿留在自己身边的决心 鬼使神差的 她竟一口吻上了杰克 两人确定了伴侣关系 本该今天就离去的杰克 以男主人的身份留了下来 深夜 她听到房顶传来声响 出门发现是小女孩 这段时间以来 她又何尝不知母亲在忧虑什么 是杰克的出现 才让这个死气沉沉的家庭 焕发了一点点的生机 然后自然就是离开 不过在那之前 杰克决定尽自己所能帮助这对母女 天蒙蒙亮就出门卖畅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安妮 凑够请权是最好律师的废 安妮这边也没闲着 准备将自己的首饰全部卖掉 可即便是这样 距离请律师的钱还是不够 但为了杰克的前途 安妮不得不谎称已经请了律师 因为她知道杰克前不久 被一家音乐公司联系 要帮助她免费录制一首歌曲 而杰克的五年创作之旅 也因为和这对母女的相处 提前创作结束 拥抱道别 安妮送她来了火车轨道附近 一把崭新的吉他被杰克接过手中 依依不舍地道别之后 杰克带着行囊走向了远方 等到夜晚偷偷潜入了一辆 开向北方的火车 安妮也乘坐飞机赶往其他城市 她已经准备卖掉之前的房子 第二天早上客户出现 而相继到来的还有前夫 这一刻她的眼神无比坚毅 即便是相隔千里 杰克还是会与安妮通过短信的方式联系 互说着彼此事情的进度 安慰的同时给予鼓励 饿了就找一家超市简单队伍 累了随便在一处挡风的地方休息 就这样 在她不懈地赶路下 终于找到了那位要帮助她录歌的好心人 一周时间 杰克完成了歌曲的制作 马不停蹄地就要往回赶 有目的地赶路从来都不孤单 想想路尽头的人 她竟是激动 不久后 她到达了那座层收留过她的小屋 女儿的去留尚未可知 但我坚信母爱的伟大不会让安妮妥协 一个四处流浪的歌手 一个家徒四壁的单亲家庭 互相帮助的同时也治愈着彼此 杰克之所以能提前完成创作 又何尝不是因为有了归属呢 她追求的从来都不是自由 而是那份内心从小就缺失的东西 那个东西叫做家 小帻别人 小带你